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我就有了来澳洲学习表演的机会 在这里学习了表演和戏剧 渐渐地成长为一名戏剧演员 去年我就创立了Course Incounter 这个是莫尔本第一家专门从事中澳戏剧文化交流的独立艺术机构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长为一名戏剧制作人 然后艺术自然机构的负责人 虽然机构非常年轻 但是我们比较幸运地得到了业内的肯定 然后小伙伴们我们也都对制作实验先锋味的这样一个跨文化戏剧很有热情 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坚定 就是要做这个中澳戏剧文化交流的倡导者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艺术工艺活动的践行者 刚才您的自我介绍中也是说到 您之前在中国是从事的影视剧相关的工作 那具体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演时装剧 就是跟组演员 就是跟在主演的后面 偶尔有句台词的那种 就相当于是一个群演的身份是吗 类似吧 介于群演跟固定演员之间的这个角色 就我那个时候对于表演还没有明确的概念 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演一个摄影记者 就第一次演的时候 有摄影记对着我 我就马上拿起我的镜头 然后在荧幕上放出来的时候 每次依我的镜头 我的脸就被那个摄影镜挡着 其实演员应该是要抓住镜头的 人家都说对手戏很怕对手演员挡镜头嘛 就我是主动自己减少自己上镜的机会 我觉得最开始是这个状态 后来演了几部戏之后就稍微好一点 但是依然是没有很强烈的一个表演概念 我记得有一次拍一个宣传片 拍一个演一部特写 之后我的部分拍完了 就拍另外一个演员 他演一个那种隐藏的反派 他就是干了坏事之后冷笑 导演就说你冷笑完这个嘴角 速度给我放慢两杯 然后那个导演就说 再放慢一杯 我当时就看我讲说 哇 它好厉害啊 我觉得如果让我做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我那个时候非常懵懂 看到这些我就觉得 艾二级好像什么都不懂 也不知道动机反应要怎么去做 我就是纯粹的是 导演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剧本怎么写我就怎么干 到后来我就很庆幸 自己可以有系统的机会 能够在澳洲学习表演吧 学习戏剧 因为我觉得理论和戏剧经验 缺一不可 读万件书 然后行万里路吗 你只有知识储备到位了 你的演艺之路 才可以有一个坚实的技术 就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那您刚才也是说到 在国内的时候 可能觉得用肢体 或者是用表情 来表达一些情绪 刚开始是非常困难的 那到澳洲之后 为什么会选择肢体剧 这个剧种来发展呢 又是怎样一步步从演员 然后慢慢转型到肢体剧的艺术工作者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是有一个反普归争的一个过程 我最开始的时候 进入了学国内的影视的圈子 就虽然我的程度非常浅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五光十色的一个世界 很容易就迷失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 可能不大知道 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做这个 我要不要做这个 然后我后来就有了一个机会 到澳洲学去表演 我就来了 来到澳洲以后 我觉得我周围的声音 和各种各样的诱惑都少了很多 就剩下比较纯粹的那种求职的感觉 后来我在戏里是学习影视表演 还没有来得及 参与很多的一些项目 我就从戏里又到了墨尔本 就又学习了戏剧 然后因缘机会 就成为一名戏剧的演员 我后来做戏剧演员的时候 就感受到戏剧的舞台 其实某种意义上 比影视要更加宽广 比特布鲁克 我们很敬仰的一位大导演 他就说 你给我一个空的空间 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上面 走过这个空间 这个就是一幕戏 所以你如果这样子去理解的话 其实生活就是无处不戏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非常能够让我 会有很多发挥的空间的 跟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 被别人推着走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至于什么要做肢体剧吗 我最开始要选择做肢体剧 是因为想要 强迫自己去克服 不要运动的这个惰性 因为人的身体控制的训练 是蛮重要的 但是我自己平时 是很懒惰的一个人 我记得我有办一张 终身制的那种电影的卡 但是我可能去了两三次 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画了诺经 但最后这样子 就是虚无反的就结束了 我就觉得 如果我去参加肢体剧的话 因为我们从排练到演出 可能需要半年 甚至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如果我去参与了这个戏 我可能就能够 自动的就去健身了 然后就可以减肥 就是到了这个初中去的 然后没想到一眼 我就爱上了他 然后我就觉得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看来也是从一个非常简朴的理由开始 然后却是一步一步爱上了这个剧种 那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 到底什么是肢体剧吗 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physical theater 肢体剧有的地方会叫形体戏剧 或者是身体剧场 它其实是我们戏剧表演的一种形式和风格 强调的是演员的表演 以很大量的肢体语言 去替代声音 替代语表达的一种方式吧 这个说起来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心 但其实它拥有很多艺术来源 肢体剧大师 雅各勒考课 他在发展形体剧的时候 他就是有融入 雅艺 舞蹈 马戏 音乐 机型剧等等的因素 都融入在里面 平时实验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们平常常用的 美国的安博格试点工作法 或者是日本大师 林木中之的一个核心训练法 我们都有用到 它对于我们作为演员 在舞台上的一个 肢体控制的要求 比其他戏剧的形式要高很多 而且非常细节 因为我们是用身体的语言 去做故事 所以公众注意力 就会特别的放在你的肢体表达上面 可能动作稍微多一点 角度偏一点 给别人的观感 整个景色的传达 这会差很多 所以我们日常训练的时候 经常做的一个训练 就是导演给你几个词 你就进行快速的一个创作 可能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交出一个三十万个作品 你要考虑到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层次 比方说上一次我们训练 我们导演用的是 火焰 希望 很明亮的三个词 进行创作 如果是从观众来看 我会觉得它给我们 和观众之间提供了一个 非常直观的感受 因为我们的戏 之间的关系 故事的背景 我们想要传达的主题 都是通过我们表演呈现 这个表演是肢体的表演 而且我们会弱化一些灯光 我们不紧 然后会强调音乐 加上一些身体的律动 就我之前演过一部词 我印象很深刻 我是被对着观众的 观众们是看不见我的头 把头埋在我的身体里面 然后我的屁股是我的头 我的脚是我的手 我用我的脚指头 来呈现喜悯哀乐的感觉 观众们的反馈就觉得 哎呀很新奇很有趣嘛 配上音乐嘛 然后那个感官的效果 是很强烈的 体剧跟其他的技术 能够带给观众们 不同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在这里 那肢体剧 可能更是依靠肢体 或者是形体的一些表达 来向观众传达情绪 而不是去依靠一些言语 或者是布景啊 或者是灯光 也像是您刚才说的 那这样一个用肢体的表达 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 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呢 我觉得非常好 没错的 就是这样的 我当时创立跨文化戏剧机构 我选择肢体剧 其实就基于这个原因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我想做的是 东奥戏剧文化交流嘛 那我觉得肢体剧 就是非常好的 东西方戏剧交汇的调量 刚才提到的 我们探索身体的可能性 冲突和张力 我们就弱化了台词 无形中就克服了 我们的语言 而且他们的战外 然后加上可能我们 在音乐上面有创新 我们每一部戏的配乐 都是有中西方的元素 可能一个新的尝试 因为音乐是一个 无国界的一种艺术 传递出来的情绪 和背后的情感 可以对各种各样 文化背景的人感受得了 可能会有差异 但是有时候这个差异 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从戏剧文化推广 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会成为 我们中奥戏剧文化交流的 一个窗口 看来去台词 画也可能是 中奥戏剧交流的 一个突破点所在 那您也是同时拥有 在中国和澳洲两地的 演艺经历 那在您看来 中奥的演艺圈 或者是戏剧圈 是有何一同呢 还没有资格 只谈中奥演艺圈的一同嘛 因为我经验上去 也可以说是 自己的一些观察和领悟吧 我非常乐意 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点感受吧 我觉得在中国的时候 作为一个演员 其实很多时候 应该说 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非常被动的 就是被团体推着走 他们给我设定好一个框架 我可以去走 有很多工具人的感觉 到了澳洲 更多的路 是自己走出来 就是更加自由 我觉得澳洲 它非常开明 多元 丰富 创造力非常浓厚 当然我们中国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的艺术舞台上的作品 也是非常多样的 中国和澳洲 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上 都有非常有生命力 和特色的一个作品 但是我的感受就是 我在中国 做演员的时候 总是接受到非常非常多 非常具体的一个指令 就是 你转身 你落泪 导演可能还给你 再示范一次 在这里呢 导演们就可能会 更喜欢刷掘我身上 已经有的东西 他们也愿意 给我这个时间和机会 来刷掘我身上 到底还有的东西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去试镜 准备了一段独白 演的是主人 爱而不得的那一段 对心爱之人的告白和控诉 演完之后 导演就说 演得不错 但是呢 可能你想一下 你再爱的 第一位的一个人 他也有崩溃的时候 到了那个时候 他是不是还可以 那么得体 你还要不要那样子 抠住 他没有告诉我 他怎么演 他就点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开始尝 用另外的方式 去语异吧 最后的事 我果然就这样的好 我就特别珍惜 这样的机会 可能在国内的时候 我比较少有 这样的机会吧 可以说在澳洲 这边的一些导演 和一些专业人士 更多的是开导 而在中国国内 很多的电影片场 导演都是直接去上手 指导演员 到底这一部该具体 怎么的去演 可能这个电影 或者是这个作品 更多是导演的 一个人创作 而不是一个 演员自由的发挥 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 我很认同这一边 我觉得受文鱼 如受文鱼嘛 因为我其实被指导过以后 我不知道 他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的话 我觉得我下次 我还没有不知道 如果能够不是 只是去按部值班的 告诉我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样 要是请我的话 下次就会记得住 这个是我作演 原来一点小感受 所以我后来就是 遇到导演 我都会很多的去问他们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而不是说只是去 应该一下一些台词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那在您看来 在这种引导的艺术环境下 可以更好地发挥 您的创作实力吗 各有各的好吧 我的感受是我经历过的 中国团队的作品 他们是非常注重细节的 因为非常注重细节 所以难免会给我们 创作的空间就会少一点 能够给你创作的空间的团队 非常难得珍贵 但是来到澳洲之后 他们普遍地会给你 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是一点吧 我其实还想说的一点 我有一个蛮大的感受就是 澳洲和中国的表演上 一个不同就是说 在这边非常强调真实的表演 这个真实 而且是从内到外的真实 就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当年的表演 汇报作品 我演一个被困的少女 就那个时候 我的爱人要半夜带我走 结果我当时几乎是素领出镜了 就黑眼圈非常的敏据 然后还有洪雪丝 镜头上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导演看他就很美 他就说因为我是在睡觉的 这个状态就很真实 所以我当时是这样的真可见 因为如果是在中国演这个戏的话 我估计我是要画个大龙方 还要带个皮毛 都美嘛 就是我艺术多了以后 我就很喜欢这个概念 包括后来学戏剧 接触到贫困戏剧的概念 就是把所有的附加物都排除掉以后 目光都集中到演员和观众的身上以后 这个时候你演员是不是还能够 有这么强的信念感 当你没有华语的服装 或者说布景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没有音乐和灯光 甚至没有剧本 你还可以演好戏吗 你还想不去演戏吗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作为演员来讲 人是活在聚光灯下的 不想占据 自一位的演员不是好演员 我也希望我有一些 能够有闪光点的角色 或者说戏本 但是不能以那个作为衡量 你的艺术生涯 是不是有一个标准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 是来澳洲之后 去兴许会的东西 您刚刚说的返谱归正 可能是到澳洲之后 才真正的返谱归正 那刚才也是说到 您现在是从事中澳的一个 跨文化交流 那是否在平时的创作过程中 也会跟澳洲本土的一些艺术家 有合作呢 是的 我们的团队基本上都是 新生代的一些青年的戏剧人 比如导演 演员 音乐家 灯光文美等等 我们基本上是一半本地 一半中国的一个文化背景 那在合作的方面来讲 有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 一些文化方面的阻力呢 最难的应该就是 艺术风格 就是你要打造一个和谐的美感 这个需要花很多时间 去敲的一个东西 我们一直在连接 中国跟澳洲在文化上 可以融合的东西 这个过程 你如果一不小心 就很容易弄得四不像 那这个四不像 主要是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比方说 首先你这个戏 到底是要表达一个东西 然后你表达的东西 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 审美的去向去表达它 就我对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个时候看一个戏 然后那个时候 就被观众们就吐槽 这个来自台湾的编剧 香港的导演 那一天的演员 然后他们到底是要偶像 还是要搞双战 还是要搞悬 点子就是个四不像嘛 然后我当时马上就很惊醒 因为我也是一个 叶媚的戏剧制作 我这个一定要记下来 自己以后做戏 绝对不能够做 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能说仅仅是有 中奥的阵容 也是不能完成 中奥文化传播的 一个任务吧 是吗 对于你这个戏的主旨 是什么 你想要表达什么 然后一个风格 然后你呈现的方式 这些东西 做一个主要的团队 你要有一个 统一的概念 当你有这个概念之后 就可以有一个 统一的审美 让你做出来的东西 才能够有一致的风格 因为我们本身是中奥团队 他们可能对于同一个东西 有不同的理解 与同一个东西 想要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那这样你自己都不能够 自言其说的话 公众们他们就能够感受得到 所以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在弄 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比方说你一东一奥 两道可能各自有各自的理念 那么你们两位 到底要传达出什么东西 你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先统一起来 然后再想想 传递给我们的演员 再传递给我们的 音乐家的团队 再传递给我们的设计 新强的团队 这样子一层层下来 才能够保证我们这部戏 这两个风格的同意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我作为制作人 这两年来最大的一个感受了 内部还是要先达成一致 才能想观众交一个完美的答卷吧 对 可以这样讲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 是文化氛围的不同 可能在实际的排行过程中 会有非常多的摩擦 这个摩擦有时候是好的 有时候是一些会比较困难 需要去克服的地方 比方说有一部戏的导演 他是来自中国的 他非常之细节 他的个人风格也非常的强烈 他合作的那些演员 是本地的演员 因为我们肢体剧 一般是无食物表演 但是那场戏呢 他希望演员能够用 真实的一个道具 那场戏讲的是 有一个男子 他在爱人过生日的时候 那天准备了蛋糕 但是对方就还来不及吃 因为疾病就去世了 过去的种种 最后就流着泪 吃完了这个蛋糕 就这个剧情 导演就希望这个男演员呢 是真的吃蛋糕 然后以后呢 他在那个脸上乱蹭 表现出很痛苦的感觉 对 其实我是可以理解他的感受 但是因为演员呢 是按照 没有蛋糕 我们无食物来创作的 本身那个演员 他自己不想用食物 他也自己可以呈现出 很好的效果 同时呢 我说武美团队出一件就是 如果你希望呈现出视觉效果 不一定要用真的蛋糕 而且现实层面考虑 因为蛋糕很容易 加到东西嘛 我们有很多当地在舞台上 很不好清理 后面演员 还有其他戏 就不好接戏 等五个任何原因 那个时候 距离演出也没有几天了 所以我后来 作为制作人 我就觉得 你其实不用蛋糕 也是可以的 然后导演就很不乐意了 他想 我在国内 说风就是雨 他觉得 演员必须听他的 这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这个团队 是没有以谁为真的 这个概念 要有团队精神嘛 当意见不离止之后 就要多听取 多放的意见 当然我们尊重表演 是很重要的 所以后来 我就请演员 创作出了 更加具有细节 和张力的无时无表演 我就说 请你演员 有机会 你来看一看 表演看了以后 就表示认可 真的 这也很好嘛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 无时无出演的 看来有的时候 沟通 也是非常重要 有可能这个导演 他是带着自己 强烈的个人风格 来到澳洲 同中也是要受到 很多文化的冲击 但是只要是沟通 最终 一定可以磨合出 一较好的结果 可能也是我一个 比较天真的想法 你说的非常好 是这样子的 其实大家都是 抱着非常纯粹的 想要做好戏的心态 去在一起的 文化和语言 还有一些障碍 我觉得在所难免 过程的确是很 费时间和精力去沟通 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 值得的 嗯 那今天呢 也是非常感谢 王欧来接受 我们的采访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着 下次再继续聊一聊 关于您创立的 Cross Encounters 组织的相关故事 谢谢王欧 谢谢宇依依 谢谢大家 想在SBS当一回 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 配有中文字幕的 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 或以上影视作品 并把影评观后感 发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精美礼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